春节期间高铁车票日前开卖 不仅创下第一小时卖出42.2万张记录 迄今更已经卖出约80万张车票 大多数热门长途班次都已售完 没抢到票的民众先别气馁 高铁公司周三宣布 将加开第二波加班车17班次 周五凌晨起开放订票 这17班次包括南下7班 北上10班列车 上一波没抢到票的旅客 这次手脚要加快咯 总计今年春节输运期间 高铁共加开482班次列车 较平时班次约增加28% 另外春节输运期间 各车次将依照旅运需求 提供3到5节自由坐车厢 高铁也提醒已经订到位的旅客 最好提早完成取票 到站就可以直接进站搭车 节省宝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